绿拿铁跟一般精力汤的茶碟 所以我现在要讲 我们有这三种 一种叫做经典的绿拿铁 就是像刚刚 像青江菜 刚说的时候青江菜非常好 然后再加苹果 凤梨 坚果 这个是给一般入门 所以他们会把蔬菜酱的少一点 然后那个水果多一点 所以这样糖分会不会太多 所以这个有喝绿拿铁的好处就是 你会一直进阶 因为你把你的好菌养大了以后 它很强壮 那个菌会影响你的胃口 另外第二种叫熟成绿拿铁 其实这个就是菠菜也蛮好的 菠菜 香蕉 苹果 芭乐 其实不用担心它水果太多 它水果也是一份的量 对 但是你可以加蔬菜的量 对于入门以后的人 你可以加蔬菜 所以我要买个秤去秤它几克吗 其实久了你大概就知道了 你就抓就知道了 对 我就是用一个碗 那那个菠菜呢 你到时候看量就知道了 那菠菜的好处是 我连那个根都会进去 因为那个根如果买的是有机的 它红红的 那铁很多 然后对熟成绿拿铁 热饮绿拿铁 热饮绿拿铁就是我们可以喝热的 因为天气渐渐凉了 喝点热的蛮好的 就像大家刚刚说会长头发的那个 不是长了龙蜜头发的绿发炎 对 我们可以把它烫熟了 然后洋葱 其实洋葱对我们身体也很好 叫白笋 现在正在大出 然后还有水梨 顺便润点喉 然后老姜这些做起来 加黑胡椒蛮好喝的 待会呢 我就会打这道给大家试喝 有些长绿的可以喝 对 热的可以喝 我就傻喝了 因为我刚好那个 就是说你生理期是不是就要喝的 没有它这个热其实不是真的热 因为它就是40度的温水 因为你如果那个温度太高 很多营养素又不见 是 就比较温热 然后就每一个东西是熟的 然后用比较温热的温度 然后还有加黑胡椒 它有加黑胡椒 你还可以加姜黄 对